開始上能源 先介紹能源的意思 有哪些形式跟種類 所謂的能源就是能夠提供熱能的資源 就稱之為能源 能夠提供熱能的能量的資源就稱為能源 如果是地科要求的是在地球上產生的 那理化就不管 反正天上的也可以 天上也可以 所以太陽能也是我們的能源 能源的演進過程 人類的使用能源有很多的變化 慢慢開始轉變到現在 比如說以前有磚木取火 古人、原始人磚木取火 然後呢 巴比倫人用風車把水弄起來 擠水 比如說我們後來有煤炭 可以燃燒 可以產生熱 所以煤炭是我們的能源 比如說後來有存氣機 有動力、蒸氣 比如說後來我們有電力 用電來幫我們做事情 然後現在我們有原油、提煉氣油、燃燒什麼之類的 這眼鏡的過程看一看就好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下一個 就是能源有所謂的初級能源跟次級能源 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初級能源、一種叫次級能源 什麼叫做初級能源 就是又叫做一次能源 就是又叫做一次能源、原始能源 就直接拿來用 直接就拿來用 不需要再經過轉換或轉變的過程 就直接拿來用 我們把它分作再生能源跟非再生能源 這裡的再生能源跟非再生能源 跟我在上帝科教的所謂的非再生資源 就是這個非再生能源意識上基本上一樣 意識上一樣 好 比如說再生能源 就是隨著自然機的運轉 理論上可以生生不息 永遠都可以用的 除非地球毀滅 比如說風 比如說太陽冷 太陽冷 地熱 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再生能源 這也是目前 目前我們希望推展的 因為非再生能源 耗盡用完就沒有了 所以我希望能夠用這個再生能源 可以生生不息 永遠都可以使用 使用 用完就沒有了 好 好 地科在講非再生資源 就是用完就沒有 一樣意思 所有的礦 金礦 銀礦 銅礦 銅礦 鐵礦 都叫做非再生資源 這也是一樣 這些東西 沒石油 用完就沒有了 這個叫做非再生能源 所以會日漸的耗盡 開採完就沒有了 叫做非再生能源 好 所以再生能源跟非再生能源 我們現在希望多用一些再生能源 我們希望發展再生能源 次能源就是要再經過轉換才能夠用 要經過一個手續才能夠拿來用 比如說 電 電 水力發電 水算是所謂的再生能源 初級能源 可是轉換出來的電 要經過轉換變成電 所以電能 汽油 是要使用體驗過之後 才會有汽油 所以這些東西叫做所謂的二次能源 衍生能源 次級能源 要經過一個轉換的過程 才能夠加以運用的 叫做次級能源 像這些 所以就有這個表格 我們考試考過這個表格 考過這張圖 就是問你它是哪一種能源 請問你誰屬於再生能源 誰屬於非再生能源 誰是初級能源 誰是次級能源 就請你把這張圖看一看 欣賞一下 要做一個了解 做一個理解 好 誰是再生能源 誰是非再生能源 誰是初級能源 誰是次級能源 這是考試有人考過的 可以嗎 可以